在我国历经千年的发展后 很多关于当年的历史虽然有专门记载 但也不能让我们详细知道当时朝大的情况 也正是这些原因 所以这些古文物非常受到我国的保护 因为那些文物中可以让我们挖掘很多过去的东西 我国的大部分文物其实都是从土里面挖出来的 因为我国在过去的时候有墓葬的习俗 而且墓中还会有大量的宝物 古时候朝代的建立经常集中在一两个地方 到了现在很多的古墓也都集中在那些城市中 我国考古专家曾经在江苏 挖出过一个属于明朝时期的古墓 在我国挖到古墓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但是这个古墓却不一样 考古专家们发现了这个墓中有一具没有腐烂的女尸 而且女尸的手上还带着绿宝石 当专家退去衣物后 则发出了感叹 绝色美女 这座古墓的发现 跟其他古墓被发现的经历几乎有相似之处 都是施工队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的 施工人员在现场挖土的时候 发现这一片土好像跟周围不太一样 在过去也有人曾在这一片地方挖到过古墓 想到这个原因之后 施工人员立马就上报给了上级 当考古专家听到这一消息后 立马赶了过来 到达之后 他们根据周围进行观察 认为这下面可能会有墓 听到专家这个判断之后 有关人员就立即把这里围起来 来保护这个古墓 但是当考古专家对这座墓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认为这个墓应该不是皇亲贵族的古墓 很有可能是古代的焦江墓 虽然是非常普通的古墓 但里面也会有一些文物存在 也会对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有一些帮助 所以专家们还是对这个墓非常的看重 专家们对上级进行了批准报告后 就开始对这座古墓进行发掘 这座古墓是属于明朝时期的 历史也比较悠久 研究价值也会很高 在这个古墓中 专家发现了很多明朝时期的物品 这座古墓在前期的研究上看 都是比较普通的 但是就像王维在《蓝田山石门经社》中说的一样 安之轻流传 偶与前山通 研究到最后就出现了不一样的事 当专家深入墓室后 发现墓中不像往常的墓一样 只有个棺材 这座古墓中有三个棺材 当专家把这些棺材打开后 发现其中两个棺材并没有尸体 里面装的都是一些陪葬品 陪葬品也都非常的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但是当打开第三个棺材的时候 发现里面都是一些不明液体 而且在这些不明液体中 还浸泡着一具尸体 女尸的手上还戴着一枚绿宝石 这具尸体虽然距离现在年代已久 却保存得很好 因为专家通过这具尸体 似乎可以辨认出这名女尸的容貌 对此专家们都感到非常好奇 为什么这具女尸时隔这么久 还没有腐烂 有的专家猜测 这具女尸之所以还能保存这么完整 可能跟她在棺材浸泡的不明液体有关 棺材中的不明液体 或许就是当时人为加上去的 并不是在后期积水流进去的 最后 有关部门对这些不明液体进行的检验 得出结果 这名女尸能够得以保存 确实是因为这些不明液体 当专家对这具不服女尸进行检验时 将这具女尸身上的衣物退去后 进行了面貌复原 发现这名女尸面容较好 有江南美女的特征 但是在这座墓中并没有找到一些关于这些女尸的信息 这个现象让研究人员都很好奇 直到现在为止 这具女尸的身份都还没有得到具体的验证 但是在我国考古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下 这具女尸的身份或许会随着时间而揭晓 我国的古墓文化是很悠久的 在《诗经墓门》中就有关于早期墓史的记载 这些古墓的存在也给我们探究历史带来了好处 可以得知更多历史残缺的部分 但是 好